回到新聞時間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勞寵謀 批評港府處理病毒檢測時 過程有很多脫漏 部分做法無稽 他又不認同要與病毒共存 認為要清零才可以恢復經濟 有症狀的病人 我們都看到有很多脫漏 去到診所 明明很明顯有症狀 都不去做檢測 做了檢測後 兩三天才有結果 病人仍然是到處走的 結果又放在病人家裏 又說沒有病床 很無稽 這方面做得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有很多人在說 要與病毒共存 我不是很同意 病毒跟我們是勢不良辣的 內地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是真的可以做到清零 希望大家真的用心去做到這件事 然後我們的經濟才可以看到 中文字幕——YK